各位皇亲大家好 欢迎收看高贵28核心中华新闻 我是丹兴米 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 今天是9次 中华馆再次纪念代行既成生素空族 2573周年当时设定点类 在中华空族标两中既行 由中华馆典媒体丹林账汉官 和机关书专家管副上官局署丹林汛汉官 现当时依照高类对苏既成生素空族 现上上官的建议 早上6点 日头刚才出来 中华馆纪念代行既成生素 2573周年当时设定点类 正式开始 点类由中华馆典奥汉米丹林账汉官 专定依照高类进行 欧管党表示 既成生素空族的旦成生日 空族有高无力 应在西高的真心 既有破坏专门 也感谢所有老师和学生设计 感谢老师的付出 今天是9月28号 也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 现在这边公祝所有的老师 教师节快乐 今天早上县政府也在我们的口庙 来举行祭孔大典 我们都知道在春秋时代 那时候阶级非常的分明 受教学是非常的不公平 可是我们的孔子 他能够开始做私学的一个办理 然后有教无类 因财私教 创造了我们 辱学的新盛 以及我们打破阶层 让愿意读书的人都有机会 我想这是奠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半 今天各界都一起来参加 今天这样的一个圣会 一起来庆祝我们的这个孔子的一个诞生 也是我们的一个教师节 在这边再次的感谢所有工作人员 大家非常早 5点我们就准时开始今天的这个典礼 那这个6点的一个祭孔 再次的谢谢所有工作人员的一个辛劳 那也祝福大家所有的老师们 教师节快乐 在那当中想让人注意的是设计一步 由中华管理中华技术高中 36名学生能输入局部 大家好好吃中卑调团 很多好好学生也在校长的端子之下 正来参加最控台当 没有家中和的学朋友 来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小朋友来看一下 大家来计孔的这种形式 然后能融入其中 孔子说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然后我希望能通过这种传统的礼仪 让小朋友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参加的同学 他们是主动报名的 同学其实在国文课本 在论语教材里面都有学得 很多有关我们文化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那他们呢从来没有参加过 虽然是起得很早 但是来这边 其实他们可以学到书本上所说的 一些古代的礼节 其实呢中华文化有 国大精神 有其重要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的同学来这边 他们可以收获满满 要高三了 也快要学册 想说来骑一个孔子的庇佑吧 知识人员 因为已经就是要准备学策 那希望来这里得到庇佑以后 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为了发用庇佑的意志 电力结束了后 由王肥美管党 担任管来合作和全体人员 通过勤喊门和重肥门 希望透过设定电力的机型 让中华观的人在风气 持续发用和团承 新中华新闻 北边林中华 蔡宏博德 支持者资格党